哈喽大家好,我是薛家,这期视频修个这个,这个需要用三角这个螺丝刀才能拆开啊,故障现象就是不通电了,咱们拆开看看 测一下电压,这应该是220伏输入,正常啊,正常有输入 有个小插曲啊,看这个表突然它就不显示了,是没电了啊,我一看,你看这是充满电是5月16号充满的电,这个电池现在正在充电中,充电电流一安,下面用指针表来维修吧 咱们先大概看一下这个板啊,这边刚才测是220进来了啊,这个保险目测它也不坏啊,这有个寄电器,它是控制这个水壶的啊 它这个电源在这里,小的开关电源,这一部分啊,这四个二级管整头桥,这个芯片用的是VAPER22A,这个很常用这个 这还有个三级管,D882,这个管子是控制这个水泵的,这个是单片机 咱们下一步测一下这个300伏有没有,这个电容两端,反过来 好了,现在通上电了,直接测300伏,这个电容在这里啊 300伏是有的 然后再测这个输出端 这是输出端的电容啊 没反应啊 咱们继续测量这个300伏,我一只手拿着表笔,然后呢,我另一只手来断电啊 大家看着表针,123断,然后断电了,断电之后300伏迅速下来了,那就说明啥呢,说明这个电源啊,起震了 假如不起震的话,这个300伏下降很慢 那这样的话,咱们就看一下刺激 咱们拉低电头看一下 咱们稍微看一下电路啊 这个300伏滤波电容在这里,然后直接加到这个开关电压器的初级,它的刺激在哪呢,就这两个音角是刺激 刺激,然后通过这是个二级管 二级完之后,这是滤波电容,刚才测这个刺激滤波电容,就是测这两端了 咱们首先测一下这个二级管是否正常,这个故障率是蛮高的原价啊 直接用电阻的100档 这个用指针表它稍微宽了一点 拍视频的时候它占地方,不太方便,直接测这个二级管 到头了,然后呢 兑换表笔 又到头了 这个呢,这时候可以把这个 档位调小点,这时候可以调一下零 你看,击穿了,再兑换表笔 然后咱首先把这个二级管拆掉 好了,拆掉了一个音角 二级管只拆了一个音角 这样就可以精准测量了 直接这样测一下 这样一塞到头呢,肯定是坏了 然后,顺势把它拽下来 找了一个,装上去 咱们通电视一下 一二三开 响了一下,灯也闪了一下 好,这应该是正常了 这个属于常见故障 有的朋友说,这个水泵咱不见水泵呢 水泵这款是在这里头了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